欢迎来听好说 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咨询 父母闹离婚吵得不可开交 毫无疑问把子女牵扯了进来 那这位朋友就很痛哭 你说爹妈都过了半辈子了 为什么非要现在离婚呢 于是跑来咨询要如何处理 我的回复很直接 身为儿女 你希望父母健康舒心的度过下半辈子 一切围绕这一基本原则 如果父母离了婚能过得更舒心 那就支持他们离婚 如果不离婚能过得更舒心 那就不支持他们离婚 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要你高举着孝顺的大妻 在这唱高调 我是实话实说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你还没有感觉 等人到中年你就知道了 父母的日子过得不好 对子女来说天大的负担 父母对子女来说 真的可能是资源 也可能是负担的 而且有很大的概率 是先资源后负担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出力照顾我们 出钱供我们上学 这些都是极大的资源 后来我们工作之后 有的父母能够掏钱帮孩子买房 那是更大的资源 经济实力弱一点的 你帮忙带带孩子 做做家务也是很重要的资源 就算是什么也帮不了 能老老实实在家乡待着 隔三差五打个电话 关心关心 逢年过节回乡团聚 也算是给子女提供了 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 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父母过得比较舒心 情绪比较稳定 身体比较健康 如果没了这个前提 那么很遗憾 父母会瞬间从你的资源 变成你的负担 更要命的是 父母作为资源 你可要可不要 父母一旦成了负担 你死都摆脱不掉 除非你身为子女能狠下心 我跟父母彻底断绝关系 否则 父母是长期处于 吵吵闹闹 打打杂杂的环境之中 你的日子会过得非常痛苦 惹不起 你还躲不起 我去年做过一期节目 叫后裕时代的孝道 教育好你的父母 管好你家熊老人 很多粉丝看完之后 跟我交流 讲自己的故事 那简直是一段段血泪事 但是熊老人是怎么诞生的呢 因为日常生活不幸福导致的 比如呢 有一位 父母长期闹矛盾 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女儿 没完没了的诉苦 搞的那姑娘 现在一听电话铃声 就吓得哆嗦 没几年就确诊了抑郁症 现在每次他父母 一挂完电话 他就想大把大把的 吃抗抑郁药 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了 还得耐着性子 安抚他爹妈 还有位兄弟 也是类似的情况 听父母诉苦多了 忍无可忍 就暴怒 经常气得把他爹妈 直接拉黑 可那是亲爹亲妈呀 你总不能永远拉黑吧 他又是独生子 真出了事 那你也找不到别人头上啊 于是过几天冷静下来 再从黑名单中移出来 再然后呢 继续听父母 哀声叹气 再然后呢 他的情绪再次崩溃 于是再次拉黑 我们甚至能够判断得出 他哪几天是拉黑父母的 哪几天是接了父母电话的 真的 从他的情绪中很容易看出来 后来我就开玩笑 我是这哥们儿有大姨父 间歇性暴躁 每个月都有几天 大家千万不要惹他 你要说这种情绪上的折磨 已经很惨了 但还不算最痛苦的 知道最要命的是什么吗 老年人的身体 本来就在走下坡路 一旦他的日子过得憋屈 就更容易得病 而父母的身体健康问题 简直就是中年人的噩梦 父母是健健康康 每天去跳广场舞 还是哼哼唧唧 三天两头跑医院 对子女来说不夸张 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 我真不是吓唬你 你要是不信的话 随便问问身边的中年人 所以不讲什么高大上的 就是很实在 自私点 你就算为了自己的将来 也一定要坚持 父母书心最重要 不管父母是要离婚 还是要再婚 你是要种菜 还是要养鸡 你是要唱歌 还是要旅游 底线就是 只要父母过得舒心点 少给孩子天负担 便是善莫大言了 如果有年轻的粉丝听不明白 没关系 你先记住 等你人到中年 会感谢我的 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要节目的文字版 在这里统一说一下 微信公众号 nicetalk好说 里边有每一期节目的文字版 可以全部免费获取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您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考虑 好说 beneficial